接著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這一個 這個的話其實是好用 好用 也就是說 你今天不管是火湖 還是Google瀏覽器 基本上就只有IE 比較沒有這個功能 那 今天你可能在你的手機端 或者是你的平板 還是你的Notebook PC 可能你有去看過一些網站對不對 也許你要找資料找一些網站 那你找到了找過之後 假設我在手機上找 可是你今天回到你的PC上 是不是就沒有 你可能要回想一下 我之前找的網站在哪裡 那麼 你如果用Google瀏覽器的話 跟火湖瀏覽器 它會自動幫你做同步 你可以去設定 你找過的 好 找過的記錄 你儲存過的帳號密碼 它會幫你做同步 所以你可以到這邊來 到這個地方 有一個設定 在這邊 在這邊第一個就是了 有沒有登錄的時候 這裡有個進階處理 你如果在裡面有勾 他就幫你把你的瀏覽器的記錄 還有你輸入過的帳號密碼 都一起同步起來 同步起來 你有勾起來的 那這樣 你在另外一個登錄就可以 那麼你在 智慧型手機的也是一樣 不過這裡有一個地方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去某些網站 你是會勾 把帳號密碼記住 對不對 那最近剛好 有些人在討論說 什麼Google瀏覽器 你的密碼全都錄啊 事實上這個 它一推出來就有的功能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才有 新聞也有在報導 就是說什麼Google瀏覽器 會把你的密碼 洩漏出來 那個本來就看得到的 阿姨也看得到 所以我的部落格 舊的那個 以前我的Yahoo部落格 各位知道Yahoo 部落格什麼時候要停掉了 今年的12月26號停掉了 我的舊的那個 Yahoo部落格裡面有一篇文章 人氣特別旺的 就是查密碼 查 有的人要查什麼 MSN的密碼 有的人要查outlook密碼 有的人要查網頁上記錄過的密碼 你只要有Google技術 請問是不是會記在你的電腦裡面 事實上那些都查得到 我們的瀏覽器也是一樣喔 在哪裡我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 這裡 在這邊 你都按到進階 再往下走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叫做密碼和表單 這裡有沒有一個叫管理系統儲存的密碼 你只要按下去 你的 這個Google 不需要任何軟體 它預設就有各個功能 所以你只要按下去 你曾經打過 就儲存起來的帳號跟密碼都在裡面 所以你的電腦 或手機 一定要 特別留意 重要的你就不要留下來 要嘛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用所謂的兩階段驗證 好那這樣會比較安全 好比較安全 那這一段我先不錄 可以跟他說 頂了 按一下 我們來摩擦 谢谢大家